严严下业,茶余饭后,老人小孩户外纳凉 但这个位于岭南水乡的村子里 有一股不安于宁静的气氛正在生腾 广东佛山叠教村 这是一个近年来因为一项传统运动而名声在外的村子 这里的龙舟会飘移 叠教龙舟近年成为龙舟界最具技术流的代表 狭窄的赛道,独特的驾驶技术 既追求速度,又痴迷于弯道飘移 精彩的过弯画面经过网络媒体传播 村里的独门绝技再也藏不住了 端午节还没到,大家都已经纹身而来 过多几日就要比赛了嘛 一段时间就在这里,星期六在这里 以赛代联,一种方式在这里训练 适应里面的水和弯道 最主要是弯道 因为在外面练的话全部直楼 没什么挑战性的 聚简堂龙舟队最小的队员才16岁 一放假就马上加入训练中 近期为了备战端午节的大赛 各支龙舟队都开始冻起来了 队员介绍 叠叫龙舟很讲究整体配合 中间两排的趴仔是发动机 龙舟的驱动和速度由他们保证 而头尾各三位的太守 则是龙舟的方向盘 飘移绝技就拿捏在他们手中 所以在过程中 可以看到趴仔前后挥奖整齐滑衣 而太守则经常左右挥舞 伺机而动 叠叫人来说就像过年那样 已经习惯了 都有很多年了 如果这么计算 都有十几年 对于我爬龙船这么来 就是我们初中的时候 爬到现在 起码都有十年了 十五年了 老爸带出来 那么逐剪逐剪 感兴趣 实际上除了技术细腻吸引眼球 叠叫龙舟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原因 还在于村民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村里的人们代代相传 争先加入 其余的男女老少 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 都热情观看 合理是比赛 岸上是生活 一同营造了这方水土之上 最淳朴也最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 悠长而热烈